这波拿了一血赚了 但是经验亏了 现权没了 回家之后买完装备才可以赚 现在应该是一个烈士 这怎么办啊 他供出来AQA 少A了一下 实在找不到他目标 阿凯莉这个隐身我们转了AD版 我的时候找不到他目标 这波要是打出一个AQA 触发个电线就赚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人头带身 得回家出装备 拿这个人头的钱出装备才有优势 不然的话我们还是要抗压一下 失去了限权就是这么的 可惜 现在我俩的一个气势都不同 他的气势就好像他优势很大 A一刀 闪星带进塔 AXW升级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出手要快 临场反应要快 不要妨碍我 这 这 游走于刀尖之上 有有啥问题 这波没问题啊兄弟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来啊 你控住了我上啊 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现身 这蜘蛛说话不过脑子啊兄弟 他控住了你还拉扯啥呀 不是你控的人吗 坏了 主播理解出问题了 控住的时候不能上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上 最后一下 接位移 控他 A下 AQA 回头拉开 不要被控 大嘴挂张 这蜘蛛就是 结果输了 但他一定要甩个波 典型这种 赤后甩波 你把人控住了 你还不上 你还在拉扯什么 你控住了 你拉扯掉你的控制吗 控住了都差不了 那没控住是不是 直接就倒地呢 速战速决吧 还好他们这不打野 没回家出装备啊 他这有点浪了 回家出了那两个人头的装备的话 应该这不必输 你的鱼动对我来说 毫无意义 你的鱼动对我来说 毫无意义 不要妨碍我 什么时候打我的号 你那个号分段太高了兄弟 找个时间 上次已经给你排半小时了呀 我倒是 A一下 都不可以打 接他可以 一过来 大刀 AQA W 拜拜 为什么 因为他一过来 他我们隐身之后 他没办法接R兄弟们 你想一想 他唯一的方式是 一过来一个大招 然后开始拉扯你 二段R把你斩杀 他一过来的空中 我们开个大招 他看不到我们 等他看到我R我的时候 我已经 打出了 被动 已经在跑了 心里薄已经拉满了兄弟们 这波 赢在 知己知彼方能白的买身 这个点比较关键 我太懂阿卡丽 首先我也玩这英雄 其次是对清英雄 太多次了兄弟 阿卡丽经常拿来打难道啊 而且最近加强了这英雄 我从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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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相信我可以吗 送塔呀 这没办法 眼见为时 也能接受 这波最好的选择就相信我了 去送塔或者说在草里回城 他就有自取 他们就有自取 Q一下A一下 W华尚 第二段Q拉开 躲他技能 没进出来 A一下 又中了 一过来 长记性了 上次也是这个脸着 素材都忘了爆了 这把压力比较大 对线需要的关注太强了 需求太高了 刺客打刺客不认真打都完不了 等我个点燃,我有个点燃可以稳杀他 现在我一套技能可能还杀不了 他状态很好 点燃的话会稳一点 OK再拉扯10秒钟,慢推线,把这线控在这里 给我跟他慢慢对峙 等他A兵 W先挂一端 现在他没W,我们非常清楚 心理博弈,什么叫做心理博弈,这就叫心理博弈 能打自责兄弟,我的建议是把6扣起来 刺客跟刺客的一个对决真的是 满满的心理博弈,少一个我们都输 博弈加拼反应 你看我从头到尾拉扯了多久 这颗W闪QA从两分钟之前我就要操作了 这没找到机会 现在终于找到了 我从头到尾拉扯了多久 miss了miss了 干什么连刀,W闪QA,W闪QA W会有一个抬手动作,用闪现抵消掉这个抬手动作 直接出手 一秒之内打出所有的连招 这种是一个超远距离的一个斩杀连招 300米开外直接飞上去 阿哈利人傻 他有大招有异技能,但是 太远了 首先是很远,第二是很快 怎么防我这一招,除非他了解这个英雄 他了解蓝刀 为什么说了解,因为他要在我上之前提前预判我,我放的时候他直接放隐身或胶神 只能这样 不,我放下 游走于刀尖之上 躲一下 完了,上当费了 这不会一下子,以前没了吧 感觉他这个单杀有先锋 一波单杀直接五成没了呀 三成还能接受,打野们一起拆 打野可能在我们上野区 他现在去野区看一下能不能反野 没有野怪可能要抓我 这不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比较危险 出RA,秒了 伤害不够 他出了护币 我没发现 出护币只能说肉一点点,但是出护币和出你魔刀的 法刺和我们正常的刺客 你会,有的兄弟可能会问,都是出防装,那哪个刺客会赢呢 我只能回答你 我们物理刺客会胜利 100% 来个董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定会胜利 看一下你们的理解能力 这问题我们是说了很多遍的 现场直接抽查一下 好像没办法,我就去了,他已经跑 尽量的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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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预判我翻墙进塔,正常思路是怎样,逆向思路 你预判我进塔 我就反着跑 OK,看来平时大伙有认真在 拼客 因为他出户壁 他 归根结底,他是用技能输出 他的技能是有CD的 而我们出物理 我们出魔抗是有攻击力 所有东西都是围绕攻击力去出装 是吧 技能 我一套打不懂你 你一套打不懂我 但是我 拼到底 我都是可以一直平A 我的输出一直在持续 而你的技能 放了一套你只能等 所以你拼到底绝对打得过 除非他打野抓你 那么他打野抓你 你出什么都没用了 考虑1v1 是不是优势就完事了 打野的事就是打野的事了 2b2,3b3的 打 W挂赏控制几枪 对吧是不是很有道理 一个是技能他一定要等 我的是平A 拼到底绝对赢 不是双盾吗 双盾是核心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赢的呀 把他打野 阻挂了 這麼說 換個大招 誒 哇 剛出來他就出來 時間點 他運氣有點好 貪生可能要跳大 趕緊跑 我忘了有這個東西了 我就在他們視角上 進那個草灰塵 眼上灰塵 這有大可能要跳舞 好吃 完 好吃沒了 那就死吧 我來說 毫無意義 沒有機會 自信啊 他對這個自敵的英雄很自信 他的裝備一般 一點血量都沒有 但他這個技能有減傷 他很清楚 我瞄不了他 咦 噓 夠現在 於穩爵 手 在世Mark 雖然 滿sna n 點 於 my 被詛咒了兄弟 兩分鐘漏兩個炮車 而且是同樣的位置 沒道理 大招取消他回城 一個W雙盾 怎麼殺我 阿卡利動不了的 阿卡利打我打不動 這不唯一能殺我的方式就是等AD了 他是殺不了 地圖上一個人都沒有 我現在出去吃兵可能要死 我現在回了也沒什麼好東西能出 等個大招 火大我們再出去 吃一個兵就往後退啊 這麼穩 別追啦 沒必要追我 哥幾個啊 真別追啦 我跟你說真不用追 虛空女皇 真別追啦 走回去還不行嗎 兄弟 講那我1000塊 哈哈哈哈 夢裡見啊 他到底是在追我還是掛機啦 好嗎 哥哥 老婆愛 你明明明 無處可藏 叶大区刚才收了,阿卡丽还带过 继续带啊 没挂机 找到他了呀 那真有可能带堆我了 不是你们要知道翻盘要怎么翻啊 翻盘就是拿大人头,我干1000块钱 把我杀了就有机会翻盘 多走两步路怎么了 我活该上分兄弟们 要不说他 要不说他是70胜率千分呢 这高胜率怎么来的 弹服1200分70胜率 你当主播怎么怎么来的 独打一手稳健 超高的高,超过性 外加了一点稳健,稳健中带了一点潇洒 没办法 没办法 这就是夜刀神 退了速度 收不了了 这AD刚才0-1 打到0-5收不了 没办法 他其他人 不打了 最受害的就是他了 我只能杀他 打到我 谁啊这边 无处可藏 阿卡丽人麻了 你看我隐磨道一出去,我就死不了了 就没有死的可能性 死的那就是我被针对,几个人一起抓我 1b1他能把你杀掉,我投给你 Q闪出塔 这波Q进去打出了Q的伤害 水,全水都没反应过来 有点亏贼,兄弟们 卧槽,这波Q闪 顺钢爆炸 来,这波感觉可以看一下回放 看一下我们的伤害,伤害,输出全场伤害最高,遥遥领先 1b1 3b1 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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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1